这个帅气的学弟刚上车 就发现里面坐满了整整一车美女 殊不知这些美女模特已经很久没吃肉了 学弟还以为自己侮辱了天堂 生怕学姐们一口吃了她 女孩实在忍不住了 故意一脚担倒了学弟 学姐 对不起 学姐来的 是啊 我叫上官 原来这个学弟叫上官 整个模特队里就只有她一个男生 自然少不了学姐的悉心照片 面对这群如狼似虎的学姐 身为弟弟的她难免少不了学姐的福利相送 可不料她刚进学校 又把她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学校里的男模实在太少了 初来乍到的上官只好跟女孩们共用一个更衣室 在和学姐们一起排练的日子 每天都少不了虎狼之词 私宠女更衣室可是不礼貌的呢 学姐 对不起 我是不会建议跟这位帅哥一起更衣的 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妙慢身材的女孩走了出来 原来她是这里模特队的队长 伴随着女孩一个华丽的转身 上官瞬间人都傻了 被队长那天使一般的美貌给深深折服 女孩叫七七 带着傻乎乎的上官给大家打招呼 姐姐们呢都比较容易饿 你以后可要防着点了 你也是我们队里唯一的一个男模特 要注意营养不良啊 在往后的日子里 女孩为了保持魔鬼身材 每天都要上官伺候她们练习各种瑜伽动作 这种苦差事让上官的身体那是一天不如一天 俗话说 没有根坏的甜 只有累死的牛 上官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 全靠队长七七对上官很是关照 自从上次对七七一见钟情后 上官为了跟七七有更多独处的机会 她决定把帅到吊渣的好机友也拉下水 去分散各位学姐的注意力 这天 女孩们正在优雅的参加训练 一看到上官的好机友来了就蜂拥而上 惑不及待给她两尺寸设计衣服 虽然好机友长得不差嘛 完全不输一线男模的气质 但是她的走秀却十分的拉垮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 以及给各位学姐端茶倒水 不堪折磨的好机友终于住进了医院 这天夜里 漂亮的七七一身鲜红的打扮 来到医院里看望好机友 可谁曾想到在花好月圆之夜 这个妖精一般的女人终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其实她还隐藏着第二个身份